3号005的资料,请你帮我把资料从横向的资料找到它 帮我把横向的这一串资料 姓名到业务水准 帮我把它变成纵向的 横向的 帮我纵向的放到这边来 那查询的方式,最多就是用VILU函数 不知道各位应该有用过VILU函数吧 那要怎么查,第一个 如果我要针对005去查 那姓名的部分,请你插入函数 利用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最下面一个 VILU函数 那 它会问你四个问题 那未来的这四个问题都固定了 第一个 LUGAVALUE 诶,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编号 所以请你点选它上面那个H3 第二个问题是 Table Array 意思就是说 资料表 的 array 就范围 意思就是说 你那个资料放哪里 就是我要去哪里帮你找啊 那我要去 前面这个 就是从 A3 不包含栏尾名称 A3到E 的10 A3到E10里面帮我查查看 特别是要 查什么 A3到E10 那它查的逻辑一定是 查第一栏 编号里面 有没有005 有 找到了 如果这样找 你告诉他说 我要找的005 去哪边找 去这里面找 那找一定是找第一栏 他就往下找 找到了 OK 他问你第2个问题 第3个问题 那 你要colum col 是colum 指的是栏 index number 指的是 那我查到了之后呢 我要帮你把 第几栏的资料 帮你带回来啊 那基本上 姓名在第几栏呢 第2栏 所以这边请你输入2 那第3 最后一个问题 他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 Range Lookout 请问一下你比对的方式 是要完全一样呢 还是说如果找不到 我帮你找接近的呢 特别注意喔如果你输入0 就是说你一定要找一模一样 如果找不到他会出现 紧NA 的错误讯息 Naz available NA 那如果你用1的话 如果找不到 比如说你输入009 这里面最多008 他会怎么样 他会把008的资料给带出来 OK 所以1跟0不一样 1是找接近的 0是要一模一样喔 OK 按确定之后来看一下 有没有留红均 005 留红均 那如果我希望把其他栏的资料带过来的话 基本上喔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把公式 再复制一下 取消 那总销量就怎么样 把公式贴上之后 把 这个里面的那个哪个栏位呢 把这个栏位改成 改成3 按确定 那再来 底下 再贴上 改成4 有没有 OK 那底下就5啦 不过 那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这样贴喔 假设我有 10栏 20栏 30栏 那不是一直贴 一直贴下去吗 有没有更快一点的方法 当然有啦 2345 好啊你会发现喔 如果你 输入一个004 Enter 有没有 他就带不一样的资料 所以 右边 左边是资料来源 右边是查询的界面 OK 未来当然你可以把它拆开来 放在两个不同工作标 所以你 假设你要什么样的资料 他可以快速帮你查出来 有点像查询系统这样子 但是如果特别注意喔 我刚刚是下的条件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参数是 用0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输入9的话 会怎么样 Enter 他会跳出什么 紧na 意思就是说 找不到 对不对 好 Not available的意思 那如果说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1的话 你会发现1他会跳出来 大约符合 打勾会怎么样 他会找到 009 明明没有009 他会找008的 这个资料帮你带过来 所以大概 了解一下那个Viru函数的这个 一个使用方式 所以这个函数用到的几率 很大 工作里面 只要跟查询资料有关的 都有可能用到 这个函数 OK 应该对这个函数不陌生吧 看起来好像很陌生 这个实在是太 这个函数真的太重要 如果你不会有这资料 真的查不回来 OK 第一个 Viru函数 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边的 相关的东西 就是先试着用Viru函数呢 去查询 那个 编号里面的其他 栏位资料 把它带过来 那我如果用00 8 Enter 资料带过来 把它自重一下 OK 这地方 自重一下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 用那个 Viru函数部分 帮我查询资料 所以四个 四个 引数 分别就是 第一个 你要查 什么编号 第2个是 去哪一个 资料表里面查 第3个问题是 查到之后 查 一定是 第一栏 所以他 Viru函数 规则一定是 最比对 一定是比第1栏 他不会比第2栏 也不会比第3栏 他只会比第1栏 所以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反过来 查姓名可不可以查得到 其实如果你要查姓名的话 你只要把姓名搬到第1栏就可以了 就可以查了 可是通常不建议啦 因为姓名 可能有一种状况 就是姓名的名称会重复 那以 这个地方来看 他基本上是 尽量不要重复的 所以 他找一定是找编号 因为编号一定不会重复 这个跟资料库的概念很像 就是找那个主key 那个key一定不会重复 这个是第1个 有关 这个Viru函数的使用方法 那再来的话 第2个就是 Hlookup 那所谓Hlookup 是指的是什么 就是 我们找的资料 如果是 刚刚的栏位名称 如果在上面的话 一定会用到Viru函数 因为V是指的是垂直的 H的话指的是水平的 所以那个V的话指的是 那个什么 Vertical 有一个英文的 单字叫Vertical 指的是 我们是垂直的 那如果你是水平的话就用H H H是一个英文单字叫Holyronto 就是水平的 如果是水平的 意思是说呢 如果你的栏位名称 是在左边的话 有没有发现 这个部分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如果你栏位名称在左边的话 那会用Hlookup 比如说呢 我们今天 找CZ2的 产品 总共入固数量几个 25个 单价多少 58 那如果要查的话 插入函数 请你用什么呢 减数于参照里面Hlookup 那lookup Value指的是你要查什么 查CZ2 记得前后自己再加一下 双引号 因为我们要查的是文字 双引号 CZ2 TableArray呢 指的是哪一个对照表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 从B2 选到 E4 这个范围 然后呢 RowIndex 指的是 那请问一下你要把第几列 要不要 Row Row是指的是列 第几列的资料帮你带回来 比的话一定是比第一列 那你要带第几列呢 第二列 那比对方式的话 输入0 完全一样 再带回来 如果没有一样那就显示 找不到 OK按确定 有没有 25个 所以他把 这个范围里面的 CD2的同样 一篮的资料 第二篮的资料帮你把它带 第二列的资料帮你把它带回来 单价的话呢 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公式 复制一下 再取消 单价的话呢 就是 把那个什么呢 刚刚的第 第二列 改成 第三列 打勾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 25 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 比是比他 然后把这个 找到的第2列 带过来 把这个帮你带过来 所以基本上 那个V6的函数 跟H2的函数 其实就是 帮你查 那查一定是查一个名称 再把查到的 对相对应的那个资料 帮你把它带回来 看你是要 H是第2列 还是第3列 第4 H类推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用到的几率其实还蛮大的 那后面的话我们 最后剩一些些时间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血型分析这一题好了 那年龄我想前面做过了 所以 把那个年龄部分稍微 复习一下 如果我这边要显示 几岁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 假设比较 比较 标准的做法 我们前面有两种方法 请你用 Dedif 这边有讲到 Dedif 然后配合 这个Ded函数 算年龄 那血型分析的话 意思就是说呢 把 他如果B型 你就把B型里面的这个跟这个 带到这个格子里面 那如果格子不够高 请你把这个格子 Shift键按住 从第6列 按Shift键 把这个列高 选举着按右键 列高 把它调整大概100 100 左右啦 100 Enter 列高拉高 做完之后呢 长得就像 我们最后 在哪里呢 往下 选动 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个讲义里面 就会看到 前面如果希望加个新号 然后把什么呢 把他第1个 他的血型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里面的第1个就是 他的 评价带过来 分析 带到后面 类似长这样子 评价 分析 前面有个新号 后面呢可能会需要一个什么 换行 这样的话很方便 我如果他的血型 把评价跟分析 放在他的 这个后面 一栏 像一幕了栏 这有点像查询 那请各位先把这个 练习题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这一题 去做什么呢 血型 直接帮我把评价跟分析带 要先把评价 调价 我 好